三格七度 彰化先行 謝謝大家 內政委員會趙偉林維州 安排了這一次的考察及研討會的行程 那這一站就是來到我們的彰化縣 我們很高興 一下來就來參拜 全國著名的彰化大佛 這個我們都是小時候以來都會常常來的地方 很高興 然後也感謝這個縣長 我們的王惠美縣長 以及縣府團隊的接待 那隨行的我們這些委員 大家都很關心今天的這個考察及研討會 包括我們的在地歇一鳳委員 我們有鄭政前委員 魯明哲委員 葉毅蘭委員 都親自到場 以及吳怡丁委員 陳修寶委員 也到場了 那其他委員 各辦公室的主任也都一起參與 所以大家都很關心 今天的考察以及研討的內容 那主要的考察 這個題目就是關於 升格 依照地製法現行規定 那人口已達到一百二十五萬以上的彰化縣 這一次已經通過了這個地方 升格小組 把那個升格計畫書 經過議會的審議 也完成了 送到內政部 那我們今天內政部 陳仲苑次長 也到這裡 會跟我們一起開研討會 然後 將來就是要經過內政部 以及行政院的核定 那彰化就能夠升格為第七都 那我們今天來這邊考察 以及開研討會 最主要就是要來了解 這個過程當中 還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然後中央部會也會參與這一次的研討會 那也要提出一些相關 程序審查的相關規定 也讓申請單位 就是我們的彰化縣政府 能夠更了解 這個申請過程 程序 有需要哪一些在補足的部分 我們希望這一次的彰化升格 能夠順利 那所以我們來做這樣的考察 我們這個地制法很重要的 是人口的一個這個群聚 那以彰化縣現在每平方公里 我們的人口數是1169人 那高雄是在931人 台南是850人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125萬以上的人口 以及人口群聚的這個部分 那彰化是符合的 第二點就我們的這個歷史文化 以及產業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一府二路三門甲 四北斗五番蛙 那我們鹿港跟北斗跟方苑 都是在彰化 所以我們的歷史的一個重要性 在這裡就看得到 那就產業面來講 我們的隱形冠軍 喪失櫃 那以及我們現在的太陽能風電 我們這邊都是數一數二的 那這個太陽能風電 那我們的這個海上的風力發電 那我們絕對是全國第一 百分之70到80都集中在彰化的外海 所以彰化現在的這個潛力是無限的 那另外的話 就我們一個先進的都市來講 這個軌道工程是很重要的 那彰化的這個鐵路高架化 進入實質的部分 我們南張北張的這個捷運路線 我們也可信性評估在今年也會出來 所以未來在南張北張整個的交通系統 一環一軸雙樞紐的部分 連接起來 那整個的彰化會更加的一個這個便利 另外的話 在惡靈中科 我們的這個細品的一個進駐 包括現在電動巴士的進駐 在在顯示說彰化的未來 是真的是可以期待的 那所以說在這邊還是要再特別的 拜託我們所有的委員 那協助彰化 讓彰化能夠早日升格 因為還要後續還有委員會等等的程序 那還有包括有一個相關的 整個審查的調查的程序裡面 所以我們還會依照這個進度來做進行 差幾月份就會有好消息出現 這個我現在很難跟大家說這個時間表 因為上次有長達兩年的 也有長達一年的等等 彰顯三百年的精彩 化育了千百業的人才 那我們叫做彰化未來呢 就是呈現了一個彰顯的精彩化育人才 紅洋文化展現未來的一個地方 那在這裡呢我們可以看得到 尤其呢在整個彰化的發展時呢 我覺得你要不要拒絕 akah這樣也可以困到 紅洋文化和服客